人生路漫漫,房车帮我进 台湾今天在咱们长沙中南大通4S间展清这个位置 刚好咱们展清外部,请放了一辆基于G20集团打造的房车 带深井的一个设计 首先它的长度是5米1,宽度2米,高度 当我们收好深井之后,高度是2米 那么这样子的话,咱们进入到机库里面也比较方便 车尾,上线门,车身左侧,试电接口,以及重力加水口 之前的老款车型 所以咱们可以看到,左侧它是没有一个中门的设计的 自动挡的一个变速箱,2.07的汽油发动机 底盘功能的话也比较齐全 带这个电动可桥的迫使性 然后多工年的方向盘 然后中间的话,这是空桥的一个操作按键的位置 也是带有ECU的经济模式,以及运动的一个模式 上方的话,还有一系列的按键 中间,这屏幕不是特别大 中间有一个扶手箱,后面的话还有一个支架 而且它是一个机械手刹 像型款的升级的一键启动,它这个是需要钥匙插进去的 咱们再进入到车内 整车功绩是有6座 但是它这个座椅的话,还是偏用于这种商务车的感觉 做了一个超前皮的包式 颜色方面,采用的是个橘黄色 咱们之前小房建设的型款车型的话 它二排的这一排卡座 是一个附近的座椅 也就是说下面不带滑轨 但是老款的这一种的话,它是带滑轨的一个设计 那么型款的它是为了考虑到 从侧面另外一侧滑门可以滑出去一个户外的厨房 那么像这老款的,它这个座椅的话,可桥节性就比较高 小房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它既可以旋转,也可以将靠背打平 而且还可以前后的去滑动 小房现在将座椅进行简单操作之后 这个座椅就朝向前方了 这朝向前方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咱们在行车过程中 坐在后排的这个乘客,如果是朝向后方来坐的话 势必会产生晕车的这种情况 那么它这样设计了一个可旋转的方式之后 咱们行车过程中朝前坐的话,舒适度就会很高 而且这款车型的话 它的后部的悬架是一个多年感的独立悬架 那么坐在后排的乘客,相对于其他的轻客内型的景观 比如说采用版黄悬架的这种方式 非斗捏悬架的那种方式的话 这样舒适度就会高很多 在侧面的话,还是有一个小的桌板 这样可以打平之后 那么就形成为一个会客的模式了 然后侧面的话 看到还有一个20升的带冷冻和冷墙 双功能的冰箱中间 还有一个小的洗手盘带洗手笼头 而且冷热水也是都有的 然后侧面的话还有主屋空间 那么在几部,怎么可以看到 内部的话还有一个主屋按隔 那么后面的话 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都是车规级的乘用车的这种座椅 所以整个包裹性也是非常的高 而且本身这个线条的话 也是更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这种设计 总之来说的话 这辆车看起来更像一辆商务车 但是它又具备了咱们房车的功能 您比如说考虑G28 或者是这种其他单纯的商务车来说的话 那这款车型它的功能更强大 然后这辆车的话 清水箱甚至60升 回水箱的话是20升 侧面后部这里的话 是咱们整个车的一个中控显示区域 配备了2000瓦的逆变器 以及220的前三胶体电池 当然这个电池电量的话 都是可以做一些身体的处理 然后后部这里还有一些储物空间 实际上怎么后部 这里看到这是一个床板 也就是说怎么座椅前排的后排和二排座椅 可以完全打平 这样子就能形成为一张车内的床铺 然后平时搓尾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储物空间来使用 通常咱们车里面 可以配备一个户外的折叠帐篷 这样子的话 整个领域可以在户外 去做一个在折叠帐篷里面 做一个领域的这种方式 然后前面 现在上面也是一张床 内部的整个空间 车颈床它长度可以达到2米1 攀度的话是1米1 成年人 两个成年人用的话 也基本上没问题 而且上部还有月头灯 有两个 可以看到 因为小孩子的话 我觉得非常喜欢 在高级里面 比如说上下铺 或者是车顶 它会另有一番滋味 而且咱们侧面 这个位置的话 也是可以打开的 给大家看一下 风景是不是特别好 如果咱们存在 有景区或者是野外的话 夏天的时候 把内部的这个帘子打开 内部的整个通效果 也会更加的好 像这样的一款车型 咱们把它进一围录影车的话 会更加的准确 没有厨房 没有卫生间 怎么算是房车呢 对不对 但是咱们也有 V90B型 V90C型 这种大空间 大尺寸的房车 可以分开选择 那么小黄 今天的这个视频介绍 就到这里结束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